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身尾部它是对开门的 打开门之后就可以给整个车内进行通风了 那尾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因为底盘是全新的这个福特全顺 所以它的尾灯呢也是LED的 并且呢有熏黑外壳 接下来我们到车身的左侧来看一下 这里呢是试电接口 以及油箱的加入口 现在我们就走进驾驶室来看一眼 来到驾驶室来 我觉得它的整个空间非常不错 座椅乘坐呢也是比较舒适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电子手刹和电子挡杆 这样的话女生操控起来也是非常容易方便的 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动力方面吧 动力呢是2.0T的汽油发动机 9AT的自动变速箱最大功率呢是162千瓦 风直扭矩是350牛米 80升的油箱综合油耗大概是10升油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后方的生活空间去看一眼吧 来到车内了给大家配备了两个航空座椅 电动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全都有啊 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可以看到这里就有按键了 那旁边在左手边呢是一个小型的储物槽 里面呢还有USB接口 并且啊这台车给大家配备了防蚊沙帘 这样就防止蚊虫进入了 这台车呢后方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四个座椅 所以整车呢是合在六个人的 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50升的冰箱 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它这个柜门可以双开 两面都能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你看左面可以打开 右面呢也可以打开 上方库轮机以及水位显示 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整车控制面板 包括灯光水电啊全部都是以按键行驶 非常的方便哦 现在来看一下里侧的航空座椅啊 它是可以向后进行旋转的 那在前方就是我们一个小型的厨房区域了 配备有800瓦的电磁炉 这里还有一个带有盖板的洗菜池 下方呢就是一些小的这个储物空间了 那在我的左手边下方啊是一个茶具的茶柜 这样就方便我们品查了 现在来到车内了 可以看到它的高度有1米9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啊所有的座椅 包括墙壁的这个面全部都给大家做了这个 那帕皮的包袱那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两张的座椅 这个座椅它的靠背放下 再将前方的航空座椅向后旋转180度 这里呢就可以拼成一张单人床了 它的尺寸呢是1米9×80厘米 刚好够一个人睡啊 顶旁呢是车顶的氛围灯 它是触控进行调节的 而且还有多种颜色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调节感受一下它的氛围啊 将这个顶棚降下之后呢 就是我们上方的升降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双人床了 它的尺寸呢是1米2×2米2 刚好够两个人使用 看一下卫生间都给大家配备了什么呢 有洗脸池 淋浴花伞 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柜 这里给大家配备的呢是赛特福德便携式的马桶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款车的水电 415Ah的磷酸铁底电池 以及3000瓦充机变异体机 水路方面呢是100升的净水箱 和40升的灰水箱 好了那已经带大家看完这款车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身旁的这款 富敦敦山女版本呢 这款车的价格是36.98万 希望你能够喜欢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房车情报 我是主持人丹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